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Hustler Casino Live官方中文解说乔治给大家带来的6月3号的首排极星解说 那这也是我们百万美金局结束以后第一个常规的周末局的排局啊 那这里依旧是有很多参加了百万局的明星选手 包括Ben 包括拉斯哥 包括The One 包括这个Airball 那Hunry也是久违的在百万美金局之后结束了以后回到了排局 那这第一手排翻牌79沟 三张草花 手里没有一个人有草花 这里奔是一个的重队 买卡石 Hunry是一个第二大的队子在翻牌 盒牌奔到了 盒牌2000的底池 奔看打多少 700 1分之1左右的下注 还挺小的 Hunry这里第三大的队子 应该是不太相信对手有勾的吧 这里还帮Hunry还去做了一个Race 想要给在这个牌面上去讲一点故事 Ben 拿了一个顺子 单巴沉顺的面 直接做一个跟注 这里翻牌 所有人都过牌 其实这里的八 甚至不要说有八了 那这里如果有人有勾也是一些很弱的勾了 不太会有这种石勾呀 比较少吧 我九勾啊 全有这种东西吧 这里拉斯哥CT位的KK 做开十加注 富朗西斯科时时在不利位置跟注 翻牌圈 四圈 然后两张黑桃 这里时时是一个单张黑桃的后门 那拉斯哥KK开第一枪 时时跟注 转牌一张黑桃二 黑桃到了 时时有了一个新的出路 转牌双方都是过牌 合牌又是一张圈 那张圈让拉斯哥连花都不怕了 同时也不信对手手里有圈 那这个时候 诶 富朗西斯科跳出来打三千一 想要去讲自己一个圈的故事吗 但其实圈的故事不太合理的 拉斯哥拿着KK对他做一个加注 这里其实富朗西斯科这个牌 合牌打出来是有阻挡的意味吗 哦 富朗西斯科跟注这个加注 拉斯哥收下一个两万三千二的抵制 其实我觉得这里 时时其实没有必要做这个 合牌的下注啊 就是对手如果合牌打的这种AK啊 打的非常非常的重 就是所有这种AXmiss打的特别特别的重啊 你甚至可以去考虑要抓还是不要抓 因为这里对手所有的守队可能在合牌也会去开一枪吧 那你时时也是很有修当的牌 可能去看底池的size选择 做一个check out的行动路线 或者再去看对手的计划下注要不要去抓机比较合理 因为你在这里做了一个 这种阻挡下注 然后碰到了对手的加注 对手依旧可以用这种AK啊 A勾啊这种牌去打你对吧 那你这个阻挡下注的意义是阻挡不到对手的 那这里Henry一个A10方片在大盲位置去补齐了拉斯哥在枪口位用A9黑桃做的开局加注翻牌圈六八两张方片 Francisco跟Henry在这个面上都有些内容A9目前是不太行 我转排一张方片9这里Henry击中那次 还卡停着这个卡7的同花顺 拉斯哥中九不抵抗 同时这里石沟已经中顺 那石沟其实已经没得追了 然后Cisco靠一枪 合牌攻队 Henry会担心这双攻队6吗 这里应该没有什么这种两队啊 这种六八的两队六九的两队挺少的 至少六八两队和六九两队这种牌他很难不去造池嘛在翻牌 或者说这种转牌的时候他可能很很难不去造池 那A10这里合牌打一个在三千五 Francisco一个顺子 支付 那这手牌合牌也是成功打到了 比较极限的一个价值吧 因为可能再多的话这个石沟 毕竟石沟在这个面上也不大 对吧 自己输挺多牌 这里Ryan枪口位的AK 笨 想点子了 办法来了 34在hijack位置 34杂瑟做的3B到两千三 这里Airball九九去冷靠3B在有力位置 面对这里一个3B一个跟住的情况 那AK 在一个最差的位置上要不要打一个4B回去呢 去隔离一定要至少尝试一加吧 这个3B的人是什么 暂且不知 hijack位置的3B有口袋中队 有不错的结构连张 有K圈 对吧 也有一些相对大一些的这种口袋队 也有一些这种被自己压制的A圈啊 A勾这种牌都行 对手这个地方做的3B不意味着什么 这里做一个4B跟住4BAirball 九九有力位置也靠进去 应该进去就是抽这个set了 看到帽子我估计这Airball吧 就不太会想太多 这里翻牌K54 让击中顶队顶踢 奔是一个中抵队 买后门顺 那Airball是一顶帽子 让C一枪 C一枪7000 奔想也没想先跟住 那这里Airball前面一打一call自己 这个九九当然不用想了 看转牌 我转牌这张牌双方都得到增强 这里run前卫过牌 套匙了 套匙奔瞬间就推 这个牌走不了了呀 这个牌我顶对顶踢听个卡顺 是吧 我手里还一张方片A的blocker 阻拦你大量的这种AX买牌 那有什么好说的呢 这里奔一推就推到了钢板上 这个奔这个表现就是 啥情况呀 怎么我 怎么一推就是钢板呢 合牌双方发两次 第一次一张圈顶住 看第二次 第二次一张K 全部顶住 双方其实护卡奥斯 奔也不想看到这个三 这run也不想看到这个A 对吧 你随便发啥 只要别发A 别发6都行 这run直接在一个 14万抵持中 盈利7万7 喜提一手翻倍啊 这一笨 这种牌也是 你奔着这个翻前 做操作牌去 对吧 你翻后还中一枪 你float一枪 转牌又增强了 那自己种下的这种苦果 那自己含泪也得咽下呀 没啥好说的呢 不说了 涛涛多 涛涛我的小包包 拿出一朵紫色的筹码 继续战斗 这他们的 我望七八杂色 跟住了这里的大盲 那石沟方片 诶石沟方片 在大盲的位置 没有做的这个挤压 这里是一个四家的 limp地池 这以前会checkcheck 他们的万中一个中队 先打一枪 去尝试打掉一些 对手的奇奇怪怪的买牌 所以Henry 石沟方片 先call一条街 转牌又是一张K 那这里 汤姆德温 这张K发的很好 这张K减少了对手 很多有K的组合 双方又checkcheck 转牌 合牌 Henry击中一个勾花 汤姆德温 击中一个 八 kicker的 Full House 那这里牌 那这里牌Henry能支付吗 这牌 合牌 2300 离时 汤姆德温打1000 这里没啥内容了呀 这里自己这个勾花 不赢牌 自己这个勾花赢什么呢 赢对手更小的花吗 对吧 这八也不赢 四也不赢 那这只便宜吧 便宜就call吧 便宜一call 德温一秀一张8 这也是个直接盖住 就赢德温的这种A嗨偷击吗 但是是这样的 这里如果有A嗨在偷击啊 他这个三排上 他能打一枪 他是不是至少也得是一个A差点方片 那你A差点方片 这个勾花你也不赢 对吧 但便宜嘛 便宜就call呗 万一德温就是啥也没有 这个买顺在那边应投是吧 这里拉斯哥一个圈圈 cut off位置 做open 德温K10 K10 hijack位置 去跟住翻牌AAK 德温击中了一个K 这里拉斯哥也过 转牌一张黑桃5 这个四张牌四种花色 啥也没有 合牌一张勾 这里汤德温和牌对手连过三条街 应该K是要找一点价值了吧 合牌 德温打两千拉斯哥圈圈跟住 合理支付 其实也是因为便宜 我觉得如果这里德温打一个极化一点的下注 打个中注 拉斯哥也很难配 就是你也很难支付 所以德温79黑桃加一位置 open一千 奔石沟杂色 button位置3B到3,300 Aerball圈五方片 浮调 79黑桃 这个牌还不错 但是位置有点夜市啊 有一些概念的结构连张 不利位置跟住两人一个单挑3B底池 翻牌有10 翻牌还有7 这个牌都有击中 奔石沟顶队 这里79是一个中队卡巴哈斯基 在前卫赛可奔第一枪2300 在一个7400的底池里面2300很小 1%的下注 湯姆德温中队后门发展 先去跟住 看转牌 这里转牌 奔是顶两队 但同时面上依旧是89天顺啊 不过奔 我觉得奔不像把德网放在了这个 这种顺子这种牌上面 他更可能把德网放在一些 这种干眼牌或者听牌上 这里转牌一枪非常重啊 转牌一万一打了一个接近满池 德网79还要买吗 对手翻牌不停转牌不停 翻牌轻转牌中 对手同时是一个在八堂位置做3B的人 对手会有一些抄队吗 会有一些set吗 这里合牌一张7 德网非常幸运的 在合牌用一个trips反超了笨子顶两队 但是这张7 德网会怎么想呢 德网领先了所有的超队 这里德网打了一个25000 所以笨已经在检查德网的后手 这双方的后手还挺多 德网这边有20多万 笨也20多万 这个牌 笨可能觉得自己赢所有的勾了 赢所有的10了 他可能觉得德网万一如果是这种勾圈这种牌 或者说这种什么勾8呀勾9啊 或者加1位置可能还有一些什么牌呢 还有一些这种10在翻牌圈中了 对吧 或者说K圈 K圈这牌合牌能偷出来吗 我觉得K圈合牌是不太能偷出来了 不过自己翻牌那么轻的下注 翻牌那么轻的下注的情况下 这里等望还是有很多牌可以在翻牌上去顶住的 然后就保留下来 然后都转来得到一些增强的 这里奔陷入了尴尬 他可能找不清自己这个牌的现在的位置了 这个顶两队赢勾对吧 赢这种什么勾圈呀 K勾啊就这种牌9勾啊 就所有这种牌 那这里奔想了一下我没有加入理由 但我跟住里有很多 那核牌他们都找了一个非常好的价值 找到了对手 合牌这个25000的下注啊 在一个34000的底池面打了一个25000 三分之二的重注 成功找到的对手这个顶对 对吧 两队变三队 但对手呢恰恰是最小的那个对子 然后合牌变成了trips 这手牌打得不错啊 当然精准的判断到了笨的手里的牌的这种大致内容 同时也运气比较好吧只能说 Francisco hijack 位置 阴间A圈 阴间A圈 红桃 A9方片也不动 Henry 8.5位 K6方片也在买蛋花色被蠢蠢压制 这里24草花和K5草花也进来 结果这牌就是 草花和方片全被发完了 我这个翻牌 A圈 那次花两高听牌 这里A9是一个中队 顶踢转牌 转牌 转牌一张红桃五 行 转牌一张红桃五 立马就是 把这个小钩已经打上了 盒牌一张K 那这里Ryan 盒牌K5两队 FranciscoA圈 的那次花 这里我觉得 这牌 也就Ryan这个牌盒牌打一枪 被Francisco拧一下 应该就走了 感觉这个牌真的 尤其你打Francisco这种很英俊的对手 他这个 他这种时候 打出这种盒牌的加注 这种Buff真的挺的少 就是 自己这个K5 对吧 输花 然后自己这个K5 还输一些这种什么K10 K9 这种两队 你说这个牌吧 买吧买吧 买到后门两队 好走吗 底池也不大 这手给的价格也就是6000 对吧 自己放一天进去补5000 尬猪了不 还输一些4SET 还输一些这种9SET 这种牌 Francisco的这种阴间打法 他都在他手里呢 感觉这手牌应该不难Full吧 来了 Full掉 对吧 这个A圈 我说实话这手牌A圈转牌 Francisco没有去造这个池 去找一些对手的牌 不过虽然很能转牌 他打一枪 所有人都走了 这里Rion又是一手AK 一手AK 面对的是Francisco的勾七红桃 先进来 康瑞A5 杂色 这里 拉斯哥三五方片 补进来了吧 应该 这个价格真的很不错 放400 对吧 去看一个四人底池 还行的 这里翻牌570 A5是一个顶对顶 顶 顶对顶踢 不好意思啊 这个口条实在有点绕 呃 Francisco是一个中队挂钩的踢脚 三五也是中一个抵队没踢脚 啊 AK两高 这里Francisco用中队去下注 在一个570的面上 有两个草花 呃 这个牌不适合枪口位的翻前加注范围 枪口位在这里有挺多的这种两高 同时还有一些8899 不过RUN先尻下来 看看有没有内容发展 转排一张草花二 所有人手里都没有草花 但是 呃 这张二 是能不能够让所有人都不动呢 对吧 这个翻牌 Francisco一枪打出去是两家跟住 会不会有人是买这个草花呢 或者说自己是不是就是用听花在那边零打呢 第二枪2500在一个7500底池里面又是一个三分之一的下注 Hen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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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自己两枪打的那么小 对手单张草花的可能性不少 对很多这种种队的 然后买单张草花 或者说所有的这种转牌已经中了草花 都可以埋伏你 你打那么小对吧 你就算是个十 你这踢跤也大不了哪去 这里合牌 这个行动就又比较怪了 就是合牌在一个12000的底池里面 Franciso打了一个9000 就是你合牌这种下注 你在一个12000的底池里面打个9000 就在找 你想要么的意思就是说 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大的花 或者说我自己就是一首不错的花 那这里你能表演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啥也不怕 转牌出花你打 合还单张草花你还打 那Henry这里 拿着A5知道自己一点摊牌价值 肯定都是没有的 对手应该是一张十 直接Race到21000 把自己的这种没有修档的底队 转成Buff 那这里 自己合牌的重注被对手拧了 怎么办 你不信也得信了 手里自己一张草花也没有 而且自己这个中队还不赢十 相当于自己又是一点价值都 摊牌的价值都不行 合牌我觉得其实 FrancicoJ的7真的合牌是不太能够去在合牌打中注的 这个牌力其实是不太支持的 有一点点overplay自己的这种中队了 翻牌圈的中队 因为是这样第一对手的石 合牌也是寻求秀秀档的 你唯一能够通过这个下注打掉的牌 就是这种石不带一张草花的 对吧 你转牌圈打 合牌再打 对手石一箱 哎呦单张成花 算了 我给你了 所有的这种 他能封你的翻牌 再封你的转牌的牌 对吧 当然这里Henry确实是一手操作牌了 当然可能他就是单纯不信 这个Francico有什么东西 或者他觉得Francico是张小花 就是Francico翻牌去零打转牌 然后又打得很轻 他可能觉得Francico就是小花吧 对吧 但是无论如何 你自己这个7是没道理去打出来的 你打走的牌一定也是很弱的 你打不走的牌 就包括你被拧了 或者对手要bluff你 你能信吗 对吧 你能接得住吗 这里Francico一副Henry秒秀 当然这是战力游戏啊 秀一个A5杂色 这Francico一看 行 你小子行啊 行啊 这故事 行 真行啊 但是我觉得这种牌真不能 只能说是 Francico打得不好 同时Henry打得好 就是Henry其实把这个故事讲的是 很合理很完整的 自己翻牌圈去跟住 对吧 转牌你打得轻 那我也不想拧你 我也可以用大的花 转牌很轻的时候 我也可以去跟住 然后合牌单张成花到了 我不管是转牌圈 我在蹲你还是转牌圈 我也在买 你合牌这个中柱下柱打出来 找的就是我 我就直接告诉你 我就是一手很大的花 这翻牌 40勾又是 三张草花呀 这里Francisco一个88 这里run圈9 是花顺双抽 买一个9花 BEN这里A7买A花 BEN是 Francisco是一个 两顶帽子的对子 买一个8花 对吧 然后他们都玩20刀友 中一个中队买二花 所有人都是这种是吗 中个队 然后买个花 要么就是我两头摇 买个花 这么多草花已经在外面了 我这里奔 在run前卫一打 奔去做Race的情况下 run直接打出一个三bat 但在run的视角里面 我花顺双抽 对吧 我抽到了花 这个大不大我不知道 但是我抽到了顺 应该行 是吧 你这里可以用很多的这种A花 去Race我 同时你这里还有挺多的这种小花 也会Race我 如果有小花 那我这个9花只要中了 应该也够 你还能有多大的花吗 这面上你能更大的花 就是K圈A 你太多的小花都比我小 我输入牌不多 这里转拍一张黑套三 纯纯的白板 对前卫 Rion过牌了 这里我觉得这个故事就讲的不太棒 就是你翻牌圈拧了 转牌圈前卫 其实不太能过牌 对吧 因为你想象一下 你自己在这里表演的牌 就是这里 你的两队 你要去做家住 你这里 你的小花 你要去做家住 这里 你的这种 Dset 对吧 也要去做家住 你转牌 这张白牌一发出来 是不是应该接着去开枪 不过这里Rion 这里Rion成功蹲了奔一枪 这里奔也是 挺有意思 这里奔吧 一看你转牌过牌 你这故事讲的不行 你这故事讲的太差了 是吧 奔说行 我给你把这故事补完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结果Rion一看 哟 故事只给有缘人 是吧 我直接趴 我翻牌你 转牌 我害你 害你 我再接着你 那这里奔 摇摇头 听着NAS 算了 我再尻一枪 好吧 合牌 又是一张黑桃五 面上是 这个六七啊 到了后门顺 但是呢 Rion这个牌 把它肯定不能是六七了 那这里奔一个A嗨 那奔是圈嗨 但是这个地方奔 只要开枪 感觉奔 应该就没有这个 还手之力啊 应该是刚刚口条 说错的是Rion开枪 奔就没有还手之力 那Rion合牌 打的也不多啊 四万八的底十 我就打你个两万 奔着一看 这A嗨 这翻牌被拧 转牌被拧 这能支付啊 这A嗨实在不赢牌吧 在奔着试交易 他能赢啥呀 他能赢的就是 这个Rion的这种K圈 和Rion的这种89 问题就是 这89能连赢两条街吗 这Rion 能这么勇吗 这Rion 这奔一想 算了算了算了 给了给了给了 哎呦 Rion啪 陈九一秀 瘦你脸上 奔一看 摇摇头 行 你是真型 你看也合理吧 我觉得看了以后 应该也觉得合理 虽然你是真型 没问题 没问题 打的没毛病 是吧 你划成双抽两头摇 我这 抓不动你 是吧 这确实陈牌太多了嘛 这里那两队也要拧 赛特也要拧 然后这种众队 众队买花也要拧 这没招了 自己手里已经把A花阻拦掉了 对手那买牌都是一些概念牌嘛 都是一些有内容的东西 那别说了呗 这里他们都要A6方片枪口味 做一个开持加注奔 勾七杂色有力位置去call 那看翻牌吧 翻牌是60k 这里他们都问中了个对子 前卫过牌 奔敌过我打 自己这个勾七 勉强要说就是两组后门吧 对吧 不过至少还有高张可追吧 这个转牌又是一张草花 那这里奔有一个草花听牌了 和TOM1转牌也过 和牌奔勾嗨 没开牌价值 开偷 对吧 这个我能偷赢TOM1 这传出去对吧 我用勾嗨偷赢了TOM1 这传出去我这部名声美羊 对吧 对吧 声明远播 尤其是直播 你看这直播是吧 那直播我偷TOM1 你们行吧 这里TOM1拿着一个 翻牌圈的抵队啊 后面这个三和五呢 发的关系呢 其实还好 至少和对子是没关系的 当然这个五转牌是中了 不过这里TOM1被偷掉 本秀牌吗 没秀 没想到吧 没想到你也有被我偷的一天吧 不过这里TOM1其实确实这个牌啊 他6赢得少 就是他可能觉得这里对手是个这种什么K啊10啊这种牌 最近对手转牌也过他也怕听话 这里奔圈九杂色 面对TOM150在CT位置做出的 开始加注 这里50直接中一个两队 对吧 TOM1怕先来一枪 来一枪这个50 这里转牌一张九奔 直接是中队击中一个Trips 我合牌一张五 这个五有点money card的啊 这里奔心里一想 行啊你小子是刚刚你 就那个合牌中期把我顶两队打飞了是吧 这里善恶中有报好吧 云有头债有主 这时候又是你 哎这时候我就找你 这里奔拿着大富豪斯在合牌 打了一个挺轻的价值 一个8000的底池里面下注了2600 TOM1一个小的富豪斯 对吧 那他是赢所有的五的 这里是有点区别的 就TOM1是可以赢所有的五 他输所有的九 因为他是一个更大的五的富豪斯 那这里TOM1做一个raise 那奔一看我大富豪斯 那我直接call了呗 我这里都不是call 是反过来再做一个三bet 那这里再做三bet TOM都能知道自己不行了 这对手肯定有九了 对手他能用A嗨他这么偷吗 对吧 双攻队的面他A嗨他能这么打 自己block了五 block了十 再翻牌 这对手能打出来的牌就只有九了呀 不然对手翻牌再留下来的牌是什么呢 没有牌留下来的 买黑桃 他如果买黑桃 盒牌中了 那他能够在一个双攻队的面上 这种转牌 这样投出来吗 不太合理吧 这故事 感觉都王应该是轻松负了 这时候还被三逼了以后 那这里 都王负牌 这笨说善恶中有报知道吧 让你刚刚那个盒牌trips超我车 现在轮到我了吧 嘿嘿 刚才还被我偷一手 嘿嘿 现在开心了 那我们今天的手牌激进 就到此为止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各位拜拜